娘 你回来了 爷爷 你是谁 你长得好像我爹爹呀 我长得好像你爹爹 那你猜我是谁 猜对了有奖励 我猜你是爹爹的爹爹 是我的爷爷 奶奶 我要是猜对你的身份 是不是也有奖励呀 楚贵妃每一眼都笑弯了 你都已经猜出奶奶的身份了 还想骗奶奶的奖励 你可比你爹小时候机灵多了 我爹爹才机灵呢 你看 他都能骗我娘一个人把我养这么大 现在白捡这么大一个儿子 多厉害呀 我将来肯定没他厉害的 他从自己腰间取下一个玉佩 今天奶奶是变闯出来的 身上没带什么好东西 等下次你来找奶奶玩 奶奶打开库房 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谢谢奶奶 慕容金红看着眼馋 也将拇指上的玉斑纸摘下来 爷爷爷送你见面礼 等你养好伤 就让你爹娘带你进宫找爷爷玩 爷爷送你更多好东西 谢谢爷爷 爷爷奶奶对我好好啊 比我外公外婆好多了 爷爷奶奶送我东西 外公外婆不仅抢我东西 还让人打我 慕容金红和楚贵妃对视一眼 然后看向阿布 时间太短 她的资料手底下人暂时还没查出来 因此 他们还不知道阿布的父母是什么人 那你以后就只跟爷爷奶奶好 不理外公外婆便是 他们对你不好 你也不要喜欢他们 严恒重重点头 慕容金红和楚贵妃 见阿布没有主动说起娘家人的意思 也就没有多问 乖乖养伤 爷爷会给你报仇的 感动朕的孙儿 朕要将他无马分尸 慕容金红毕竟是一国之主 不能在宫外待太久 知道儿子性命无碍 又跟孙儿玩了一会儿 他便跟楚贵妃一起离开寿王府 阿布亲自将人送到府门口 阎神医 朕能否请你为朕把个脉 皇上 免女这双手只救将死之人 免女观皇上身体康态 至少也得等二十年 才能叫免女为您枕脉 那朕就二十年后 再来请阎神医为朕枕脉 免女必扫踏相迎 那阎神医能否为我看一看 阿布微微上前一步 附在楚贵妃耳边 笛声道 祖先兽王已经安然无恙 娘娘可以停下那些药了 她偷偷喝药的事 连皇上都没有告诉 阿布怎么会知道呢 难道阿布真的这么神 兽王安然无恙 那么她就不会再投胎到您肚子里 娘娘您说是不是 那些药喝多了 约身体无益 她不仅知道 楚贵妃在喝有助怀孕的药 还看到了楚贵妃的未来 高龄产子 一失两命 死于一年后 阿菲 阎神医跟你说了什么 你的身体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